为了响应环保提倡蔬食 东大美产戏大三的学生 制作出东大蔬食四部曲的动画 同时这个动画也获得了戏展的首奖 创作者是希望帮助大家破除吃素的迷思 一张张动画原图汇出吃蔬食的好处 只是东大美产戏大三学生彭云杰与雷乔英 所创作出的动画 东大蔬食四部曲 内容结合环保 爱地球 全球暖化 澳洲大火等时事议题 并将自身的食书经验结合所学 让更多人了解吃蔬食的好处 就是生命经验中 其他朋友就是推广素食 对于地球永续的这一个部分 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不一定说 要把我们原本是吃荤食的习惯 转成素食 可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说 一个礼拜至少就是可能晚餐的时候 就是剪肉或是只吃蔬菜 这样子 蔬食四部曲 借由现代人使用社群软体 对议题关心的习惯 与身体例行的实践作为对比 让民众进行反思 同时采用现代学子的网络用语 结合蔬食理念 更贴近生活 贴近生活化的主题也让他获得戏展的校长奖手奖 那种题材啊 就是表现的比较生活化 然后会让那个观看的民众比较 呃 马上就知道说 他才要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涵 彭音杰表示 原生家庭因宗教因素吃素 他则是采取减肉方式进行蔬食 两者间并不冲突与对立 能获得首奖 他相当的开心 动画使用五六百张图进行制作 未来也将会持续努力创作 记者张碧任台东市报道